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凯破大台北数位新闻 我是一凡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来了解今天的新闻题 2019台北登节 北市府邀请知名光雕团队 以北南为中心搭配音乐首次四面360度方式投射 要让民众看见不一样的北南风情 新闻市新店花园新城社区和曲子公园的樱花木 全是陆续绽放了 吸引民众和摄影玩家拍照取景 也成为春节期间踏青走村的私房景点 鼓励民众善用科技白丝带关怀协会特别和汉神集团合作 举办数位生活摄影比赛 希望拉近亲子间的距离 即将在西门町和北门广场一带举行的 2019台北灯节 北市府既日前公布了主灯珠宝 还邀请了知名光雕团队 以北门作为中心搭配音乐首次四面360度的方式投射 要让民众看见不一样的北门风情 光彩夺目的捷运路线图 贯穿缩小版的北门立体模型 随着音乐节奏 转换成西门红楼以及台北邮局的缤纷外观 在色彩变化中 投射在北门上面的光雕 又迅速地变成欧美老师的点唱机 再加上一旁swing dance的复古舞蹈 仿佛让人置身在舞池内 同样在光雕作品中 然后它带动的是包含了辽宁夜市 迪化街 西门丁整个西区 然后还有东区的一个连结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次的演出 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可居可有的城市舞台 随着西区门户计划的启动 北门广场已经完整地呈现在市民眼中 今年台北灯节 观传局还邀请知名光雕团队 以北门为中心 首度进行四面投射 让光影搭配音乐设计跟舞蹈 三百六十度投射形 诉出另一种样貌的北门 另外也以爵士乐为主轴 邀请爵士歌手9M88 以及黄紫焦 做不同形式的演出 这次为了元宵灯会台北灯会 我决定要唱一首我整个宣传期 都没有唱过的歌 就是第一次献 首唱 对 首唱在这里 然后也会带一些礼物送大家 搭配今年整个北门路行的完成 然后交通的便利等等 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 在今年来逛灯节的时候 也能够一并感受到 整个北门的变化 农历新年就快要到了 很多民众都开始忙着大扫除 就连工部门也同样没闲着 配合台北市政府实施的 国家清洁周 即春节环境维护工作 大同区公所特别号召 所有的里长还有志工们 举办了试试总斗员 针对邻里后巷 或者是清洁死角来进行大扫除 不仅仅维护市容 还能够杜绝并没闻 拿着绍把本机沿路清扫 大同区秧亚里长吴正明 带着志工搭扫里内环境 平时每个月的例行活动 在过年前 特别要针对邻里后巷大扫除 顺便提醒李明 清除家中不要的大型废弃物 请清洁队帮我们帮忙 把它载走 载了差不多十几台走掉 然后要把那个不要的废弃物 什么那个冰箱啦 抽水机啦 篮子什么都拿了两三车回去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大同区的清洁队 配合国家清洁周际春节环境维护工作 大同区公所号召里长总动员 在树德公园举办适时活动 环保义工队中队长陈颖会 带头呼口号 为所有环保志工加油打气 也感谢所有人的辛苦付出 迎接108年非常干净 非常棒的我们的各社区 今天就动员了大概两三百个人到里内大同区的各个角落 去进行今年108年新年春节前的适施活动 以及他们的清扫活动 那好好的扫个地呢 就可以准备好好的过新年了 迎接农历新年不只家家户户大扫除 大同区公所也希望在各里长和志工的协助下 将连里角落都能逐一打扫干净 除了杜绝资深源以让驱离环境更加焕然一新 提供市民优质的生活环境 台北大台北苏维新闻邱世民财报报道 为了关怀弱势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和台湾环保协会延续网励 在卢州服务处举办了寒冬送暖爱心年菜的发放活动 今年在各界的乐捐影响下 总共发送出了1500份的年菜 让更多弱势家庭可以开心过好年 志工们忙着分装一代代的爱心物资 大家不会寒冷 只想把爱传出去 为了关怀弱势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和台湾环保协会延续网励 在卢州服务处举办寒冬送暖爱心年菜发放活动 让生活坚信的家庭也能快乐过好年 今年要到了 我和台湾环保协会每一年和我年都会发放年菜 让我们这些弱势的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够一个新的年 快快乐 我看今天很多人来而已 表示我们的时机不好 也让我们社会国家大家都可以最会来做爱心 李翁月娥与台湾环保协会长期关怀弱势 这股爱的力量也引发各界共鸣 许多企业团体纷纷响应乐捐 让这次的年菜数量高达1500份 再创历年新高 今年我们台湾环保协会跟李翁月娥业业服务处 准备了1500份的年菜 这次的活动受到很多社会各界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来乐捐大家一起来做 经济不景气 家长物价高涨 导致低收家庭的生活日益困难 幸好有这群默默付出的善心人士 愿意雪中送炭 让弱势族群能在寒冬中获得一丝温暖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路红采访报导 就要过年了 为了关怀三重卢州区 未列测的低收入户 新北市议员黄桂兰延续往地 号召卢州民众服务社 及工商妇女会等等团体 共同举办了爱心物资发放活动 希望生活辛苦的社会边缘户 也能够一起开心过好年 志工们不畏辛劳 忙着分装一代代的爱心物资 场面相当温馨 年贯将至 为了关怀三重卢州区 未列测的低收入户 新北市议员黄桂兰延续往地 号召卢州民众服务社 及工商妇女会等团体 共同举办爱心物资发放活动 希望生活辛苦的社会边缘人 也能开心过好年 即使我们今天发放的 都是三重卢州这个地区 透过里长或是透过一些团体 把社区邻履 生活比较困苦 然后需要关怀的 也是算是边缘户 所谓边缘户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申请到 社会福利 比如说中低收入 他们也没有办法申请到 但是实质上他们生活 真的是很需要关怀 谢谢黄桂兰 每年就办那种 爱心给我们 关怀物资给我们 很感谢 这次发放的物资相当丰富 不仅有白米肉松等生活必需品 还包括如洲永乐里 自证的港式萝卜糕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共同为弱势尽心力 每年都看到贵兰议员做爱心 我们这次也加入他的行列 我们捐了50份的 那个港式萝卜糕 很感谢那个我们黄议员 每年都举办这种爱心的活动 那很多中低收入户 弱势团体 弱势的家庭 有些帮助 然后好过年 黄贵兰议员 来举办这个爱心活动 让我们仁义里的里民 比较低收入户的都能受惠 让他们今年能过个好年 今年的物资也特别的多 特别的丰富 黄贵兰结合民间社团与企业 每年固定举办三次爱心关怀活动 就是希望能抛砖引玉 协助政府照顾弱势 营造更安定 祥和的社会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鸣鸣采访报导 立法委员费洪泰 曾明中结合了台北市会计市工会 提供了4600包的两公斤的白米 送给松山信义区 54个里的低收入户的家庭 以及65岁以上的长辈们 今年来到了信义区的黎安里 除了向老兵长者致敬 也亲自赠送了白米 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 包装精美的白米 一包包堆着 相当的壮观 每包两公斤的白米 全都是要送给台北市信义区 黎安里65岁以上的长辈 让里内许多保家卫国的老兵长者们 能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他们单身住在这里 等他们老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 捍卫了我们这个自由宝岛 才会有今天的繁荣新盛 所以我们在寒冬税末的时候 我们这个会计师公会 我跟郑平仲委员 我们来跟这个 这些叔叔伯伯们来拜个年 祝他们新年快乐 同时来感谢他们的牺牲 没有错 他的营区归叫大我 其实这是过去牺牲小我 他用他过去的血汗 在护卫中华民国 在护卫自由民主制度 所以在寒冬过年之前 我们尽绵博之力 也谢谢快乐公会 来对他表达最高的敬意 我想我们快乐公会 会一直做下去 因为这些老伯伯呢 一直对我们国家 真的有很大的贡献 他们一直在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这是我们值得 我们感慨的一个心神 所以我们会 只要我们在有能力范围内 我们会继续办下去 立法委员费洪太 曾明宗结合台北市会计施工会 在岁末年终之际 赠送4600包白米 给松山新一区 54个里内低收入户家庭长者 这也是第三年来到离安里 受到长辈们的热情欢迎 也相当感谢他们的善举 会委员做得很好 帮我们争取很多新年快乐 过年来结果 米在私有 吉他还好 我是米私有 真的好开心 我们发生他 真的开心我们 真的开心我们 李爱丽丽丝 这个很开心 李嘉雅也好 真的很开心 那米再好 虽然天气冷嗖嗖 劝不减善心人士们的温情 立法委员费红太宇曾明宗 亲自把一包包的白米 送给老人家 帮助他们在生活上的所需 社会处处有温情 这样的善举 也将会一直的持续下去 台北市会新闻 曹德华 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重区的 祥旭芭蕾舞团 旅旅在国际比赛缔造佳机 成为台湾之光 舞团在新军期间 特别编排了一支贺岁舞蹈 广告回来 带您感受 详续芭蕾舞者的热情和活力 以上是记者少庭 在街头的采访报道 记者目击一场车祸 由于两台机车相撞 造成三人受伤 车祸主要的原因 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 小姐小姐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并排停车 我只是在这买东西 一天下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啊 旁边一下子 迫害一辈子 请勿并排停车 欢迎回到凯波大台北 数费新闻现场 再过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要迎接农历新年了 习俗上家家户户都会贴春联 希望讨复吉利 上头写的字不外乎就是 恭贺欣喜或者是恭喜发财 而今年台北辖海城隍庙 和书法学会合作 在庙前发送了 马上娶我和姻缘道 桃花道等等的创意春联 希望民众在新的一年 都能够欣赏市场 书法名家齐聚霞海城隍庙前 揮毫大火聚精会神 在红纸上写下满满的祝福 不过仔细一看 上头不是写着恭贺欣喜 而是有一生一世 马上娶我和平安 幸福赚大钱 另一头则是把姻缘和桃花 倒过来 象征来年 心想事成 因为我们觉得啊 其实书法这件事情 其实越来越因为书写的习惯改变 可是我们会希望说 他其实跟生活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们在思考说 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消费者 对于书法不再有距离感 然后能够很兴趣 透过一些比较轻松 或者是一些玩乐的方式来接近他 要让书法贴近民众生活 传承中国文字之美 百年老店零三亿 和书法研究学会发挥创意 悬载求姻缘必败庙宇 峡海城隍庙前发送春联 要让民众幸福一整年 一群老师 大家都会写 所以不怕你来的人多 也不怕你来的人烦 有的人光是说 请嫁给我请嫁给我 我就要写50张 那我们都可以应付 往年春节前 庙方都会请老师写春联送给民众 后来因为有年货大街 索取春联人数暴增 曾经一度停办 近期和书法学会合作 让民众除了感受过年气氛 还能拿着创意春联 向特定对象 许下新年愿望 开报大台本书新闻 邱世民参谎报道 新北市实定观光发展协会 以花季作为主题 规划了三个梯次的花线实定小旅行的活动 第一场在协会理事长林淑芳的带队之下 除了走访淡兰艺文馆和老街 还带领民众到泥花屋的梅花树下浪漫野餐 让参加民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实定观光发展协会主办的花线实定小旅行活动 规划了三个梯次 一开放报名就秒杀而满 日前展开了第一场梅花树下的野餐 首站先到了实定淡兰艺文馆感受年节气氛 免费索取名师辉豪的墨宝 接着转往老街 在前巫图社区理事长王思廷担任导览之下 让民众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实定的在地人文 进入了不见天阶后 细细体会实定老街上纯朴的气息 实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 实定四季各有特色 这次先以花季展开了这次的小旅行 以四季或是四条小旅行的方式来规划 那我们目前就是以花季来做这个花线实定的旅游计划 所以我们会安排一月到三月 那就以先开的梅花 然后之后是三樱花 再来三月的话就是我们的吉野樱 那四月之后呢我们希望可以规划 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好了嘛 我们可以希望可以规划比较多的剑走步道 走访了老街一行人来到了艺术大师杨敏郎的泥画屋 除了可以看见精彩的艺术创作 还能够享用美味餐盒 以大地为席坐在梅花树下 聆听着萨克斯丰的美妙乐音 这次就是用票选第一名的宝妈小吃店的餐饮 然后我们请她送到银花屋的梅花树下 那我们在梅花树下就是铺了一餐店 然后让大家坐在梅花树下来野餐 那野餐的同时呢 我们也请了一个常常在我们大南谷道练萨克斯丰的大哥 她也很开心的到我们现场来就是演奏给大家听 协会理事长林书芳表示 这次的活动在第一场以梅花树下的野餐展开之后 陆续还会有樱花尬桂花 及也应得约定两场活动 要让民众透过花来看见石定的美 感受石定山城在花朵的庄点下 所散发出来的不同风情 记者陈小旦石定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区花园新城社区以及屈指公园的樱花 目前已经陆续绽放了 大概开了四到五城左右 粉红色的花朵缤纷浪漫 吸引许多民众和摄影玩家前往拍照取景 春节期间民众如果想要踏青走春 不妨可以前往这两个四方景点 欣赏美丽的樱花 行进新乌鲁五花园新城社区 粉红色的樱花身影让人不注意都很难 最近樱花园新城车道两旁的樱花 逐渐绽放 目前大概开了四五城左右 虽然数量还不算多 不过已经让许多爱花民众 以及摄影师们闻风而至 还有人特地从乌来到这里来 欣赏樱花的美丽景致 我住乌来 然后每年这个时候它都是盛开的时候 那正好我姐姐从南部上来 我就带它来这边看 可能再过一两天会更漂亮 花园新城所种植樱花为寒阴 属于较早开花的品种 预估这个周末应该可以盛开 过年期间民众不妨前来踏青走春 感受樱花浪漫气息 而除了花园新城社区 新乌路再往乌来方向前行 到了樱花街还有一个驱使公园 公园内也有十多棵的寒阴 目前大概也是开了五城左右 在大家口耳相传下 这里也成为许多人拍照取景的秘境 虽然公园范围不大 但是樱花树一起盛开时相当的缤纷美丽 而且不时还有蝴蝶蜜蜂飞舞其中 升起盎然 如果大家在春节期间 想要到新乌路或是乌来逛逛 可以将驱使公园 花园新城列入参观景点哦 记者陈明正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 位在台北市市林区的天河公园 以崭新的面貌亮相之后 这里不只有超夯特色森林游戏场 古之兰八井之一的翻井废拳 更是长生其中 每到周末总是吸引大批的游客朝圣 目前更是获得台湾景观大赏的殊荣 跟着里长脚步 来到古之兰八井之一的翻井废拳 三百多年来 翻井水质不但清澈见底 每天出水量估计15到18吨 这里环境清幽 是士林天河公园里的一大亮点 翻井废拳 那是士林八井之一 剩下两井的一井 另外一井是支山人废寂工 翻井井 水都是从山茂山那边 流到这边的泉水 以前我们都可以 汽水泡茶饮用 墓穴扑面的儿童游戏场 里面有不锈钢溜滑梯 大型组合攀爬架 搭配公园的自然风貌 宛如一座森林游戏场 天河公园改建案 充分和当地民众沟通 在里长置工居民们的细心维护下 展现全新风貌 先后获得国家卓越建设金纸奖 及台湾景观大赏的肯定 73年我就拨来这里 那边这边有的公园 这边都还没有盖起来 那时候是从润产开始 再有公园 生活在这里觉得很幸福 也感谢市长 议长和里长 他们诚诚的协助 让我们的公园 除了美丽之外 还有生命和生机 多到国家建设金纸奖 那这还有网路评比 是全台湾第一名的公园 已有荣誉 很高兴 拥有碟石户岸 生态水增 及树林生态 天河公园重新吸引许多消失不见的小动物回归 每到周末假期 都会吸引许多大小朋友朝圣 成为台北市打卡新利益 海波大台北数位新闻 邮箱厅采访报道 台北市的建国 驾入花市连续15年 和日本松江市的大根岛合作 举办牡丹花展 今年更是结合了日本的牡丹 加上国产的花卉 经过花艺老师的巧手之后 带给市民朋友很不一样的牡丹的姿态 粉桃色 鹅黄色 森紫色的牡丹 一朵朵艳丽盛开 这些都是来自日本松江市大根岛的牡丹花 再搭配上国产的花卉共同点缀 呈现出花王牡丹最富丽堂皇的姿态 而花艺老师精心布置的场景 日式造景搭配花团锦簇 更能呈现牡丹的万种风情 一つはですね 非常に花が大き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これは花の大きさを大きくするために 刺し器という技術を持っています 刺し器 刺し器という技術を持っています 刺し器を持っています 刺し器の勢力を持っています それで花を大きくしています 30センチくらいの大きさのもの それが一つ 台北建国假日花式連続15年 与日本松江市大根岛合作 举办洗蟲珠来2019春节花市 即日本松江大根岛牡丹花展 結合300株各式日本牡丹 在假日花式内呈現出 有如日本庭園中的自然景色 这次活動更邀请松江市周边的 近港市安来市米子市跟出雲市 共同参与 让台北市民朋友都有机会认识 这些日本地区 那我想台湾人大概大家都知道说 牡丹花是非常富贵的 所以在台湾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 对牡丹花大家都非常的喜爱 那你年节在这个家里面放一盆牡丹花 你会感觉到你又富贵 除了花会展 主办单位更在会场设置 日本旅游宣传摊位 除了有宣传海报 还有日本和果子点心 文创商品 更提供100个限量金珠铺满 给民众索取 欢迎民众从即日起到2月4号 前往建国花市选购新年花卉 带给自己跟家人一整年的好运气 台湾大台北数位新闻 曹德华采访报导 雨下个不停 衣服都湿搭搭的 用厨湿机汤干吧 不行 太危险了 这样会造成厨湿机内部温度升高 容易基建故障发生火灾 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除了购买检验合格标章的电器 和详读使用说明书外 最重要的是确定家中除湿机 是否为召回机型 至于公告资讯 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 欢迎再回到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现场 随着科技发展的脚步 不少青少年都沉迷在网路事件 如果说父母对于数位生活比较陌生的话 很容易因为误解和小孩起了冲突 白四代关怀协会近期就公布了青少年网路使用 和亲子关系的调查报告 发现有六成的青少年自觉不被父母信任 宁可选择网路交友 为了鼓励民众多善用科技 白四代关怀协会特别和汉神集团举办了数位生活摄影比赛 希望借此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 台东县池上香原住民风年季大伙开心跳舞 前面游客高举手机自拍 让传统庆典多了现代感 另一张照片则是一群学生用手机玩视讯 呈现不同观看者视角 又能反映学生日常生活 数位科技带来便利 透过拍摄者忠实记录 一举获得评审青睐 在三百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有个APP是可以配对不认识的陌生人 就外国的他们就在跟他们视讯 我会觉得这个角度不错就把它拍下来 多利用寒假的时间 多陪伴孩子 能够多跟孩子一起走出户外 那甚至来到我们这边的汉莱天姆 这边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摄影展 能够善用科技成为科技的使用者 而不是一个科技备用的消费者 鼓励家长汉青少年善用科技 改善亲子生活 白世代关怀协会与汉神集团 举办数位生活摄影比赛 并且发表2019青少儿网路使用 与亲子关系调查报告 发现有六成青少年 认为不被父母信任 宁可选择网路交友 家长不了解数位科技 使得亲子关系更加耳化 他们其实对于网路上面 可能会有陌生网友 还有资讯上面不真实的状况 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网路交友 因为他们觉得可以疗心是零负担 从分辨资讯沟通到善用3C 白世代关怀协会鼓励家长 多接触数位科技 增加亲子互动 此外从即日起到2月13号 在汉莱海港自助餐天母店 也会展出得奖摄影作品 另外还有下午茶餐券抽奖活动 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 开报道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参谎报道 新北市三重区的祥旭芭蕾舞团 一直在许多的国际比赛当中获得佳击 不但是三重之光 更是台湾之光 为了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协助 舞团特别编排了一支贺岁舞蹈 希望增添过年的欢乐气氛 而这支影片全林有限电视 也将会在春节期间 在03以及04台播出 欢迎民众锁定收看 感受芭蕾舞者的热情和活力 在团长的用心指导下 舞者们努力排练 希望把最完美的一面 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 长期深耕三重的祥旭芭蕾舞团 为了感谢各界的支持与协助 特别在岁末年终之际 编排一支贺岁舞蹈 结合少数民族庆丰州的喜悦 要来向大家拜年 希望将舞团的感激 化为满满的祝福 在这次的舞蹈安排里面呢 特别有就是我们丰收的概念 在我们汉满盟回藏苗窑里面 我们汉族人就是采收辣椒丰收 然后还有我们的东北央歌 八角筋的旋转 还有我们的汉堂的舞蹈 宫廷的舞蹈 一起集结在这个作品里面 要跟大家拜年 详续芭蕾舞团旅旅在国际比赛中 缔造佳机 不但为台湾争光 也成功带动地方的艺文气息 丰硕的成果 让长期支持舞团的三重区咨询委员和资源 相当感佩 详细芭蕾舞团 长期在我们三重卢庄 可以说舞蹈艺术非常的精湛 也代表着我们台湾前晚 葡萄牙参加一个国际艺术节的表演 我相信我们详细芭蕾舞团 在新的一年当中 即将也会继续为我们台湾 继续在国际上花光花乐 这次充满年味的贺岁舞蹈 全民有限电视将于春节期间 在03及04台的特别节目中播出 欢迎民众锁定收看 一起感受芭蕾舞者的热情与活力 想去芭蕾舞团 祝福大家 祝年新大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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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发财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路红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和一起来关心天气 30号周三当天受到出海高压影响 双北市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早晚气温依旧偏凉 请观众朋友要多加注意 以上是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下次新闻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